歡迎深圳發起講 我是安又齊 新竹市長高鴻安 真的完全不知道 什麼叫做利益迴避嗎 因為都更爭議還沒報完 現在又報高鴻安用人為親 而且這些高友友們 已經開枝散葉 在市府的各個局處裡面 甚至又被發現 有建商背景嗎 不過講到建商 這個名嘴們是接續爆料 說寡婦樓的都更案 不只是從文資到環評 到都市更新委員會裡面的委員們 滿滿的高友友 而且這些高友友們 完全不懂迴避 竟然一路開綠燈 一路放水嗎 甚至有的都更案還被爆料 說在地的住戶 甚至都還在抗議 環評就這樣過了 而且還直接建議 二次環評就免了 所以住戶們抗議也沒有用 可以這麼幹嗎 但是對於住進回建築之後 所牽起的紅色蜘蛛網 才引爆了這麼多的爭議 高宏安則是回嗆 說我自己住的地方 不能是建商蓋的嗎 難道是要逼我去買地蓋屋 才能夠躲開這些爭議嗎 而且還說 我也想問問 那其他縣市首長 他們沒有住在建商蓋的房子裡面嗎 還拉出局處首長們來當擋箭牌 說這個名嘴們的爆料 像寫八點檔一樣 讓這些局處首長們都覺得好委屈 不過是名嘴們讓局處首長們覺得好委屈嗎 而高宏安的辯解又有道理嗎 好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人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王一川 大家好 人家本最佳周韋航老師 大家好 武黨吉桃園市議員李北辰將軍 又齊好 大家好 財經局 楠兄米寬 又齊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 這個高宏安的爭議越來越多 不過高宏安今天有回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高宏安的新竹市的這個都根 據說現在背後還有一條龍 而且橫角色就是中華幫跟昌毅的鐵三角 好 這個是政治評論員李正浩的爆料 中華大學的副校長謝宏年 他不是寡婦樓環評主持人兼委員嗎 結果他是不是跟昌毅也有關係 所以是開發商相對關係人 而且還說寡婦樓環評會議審查意見 謝宏年根本就放水放到爆 怎麼講呢 因為謝宏年那時候就提了兩個建議 一個就是曾社U-Bag站 一個就是曾社公車站 結果交通局說這些都有規劃 工作站五百公尺內也都有啊 不用曾社一毛錢都不用花了 好了 然後謝宏年身為中華大學的建築 跟都市計畫系的教授 他會不知道嗎 所以這不是放水 什麼才是放水 因為這兩個意見都有了 那就可以過關了嗎 好 那另外則是這個名嘴溫朗東說 新竹市爭議最大的問題 就在中華幫跟昌毅鐵三角 那昌毅鐵三角 他說昌毅的事業群 新竹市政府的環評以及都省 還有中華大學建築系 這個鐵三角 他說裡面有兩類人 其中一類是建商 還有呢 想快速這個開發土地就要先念書 要跑去念什麼呢 念中華大學建築系的載職專班 所以這些人呢 都跟這個中華大學建築系的載職專班 是有關係的啊 像這個謝宏年跟這個 他當時說環評報告要委託的這一家 原機工程顧問 他的負責人張藝壽呢 跟這個謝宏年 兩個人就都是中華天使公司的投資董師啊 而這個地址在哪裡妙了 在中華大學裡面 再加上了中華大學建築 杜根系的副教授陳天佑 現在爆出來他也是理名讀懂 那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他又是寡婦樓文資審查委員啊 所以怎麼都都可以兜在一起啊 好 那這張圖其實就已經很清楚了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新竹市還有都更奇蹟啊 因為竟然有這麼驚人的巧合 財經專家徐新皇爆料 說呢 這個李明公司 承接了另外一件都更案 親人斷呢 就跟寡婦樓案面臨了同樣的爭議 什麼爭議呢 他說都更結束之後呢 明明這邊會湧進大量的住戶 周邊交通塞上加塞 不過呢 兩個案子的這個環境影響說明書的 初審會議呢 竟然都建議哦 哎呀 初審就過了 就好了 不要再進行第二階段環評了啦 可是呢 當地的住戶當時還在抗議耶 結果呢 這個案子就在環評出審會議 當說過就過了 而且呢 就說第二次環評不用走了啦 不然呢 顧住戶要抗議了嘛 可以這樣嗎 好 而且呢 今天高宏安 除了都更爭議之外 再報用人為親的爭議 新竹市議員 劉雙顯爆料 說高宏安又把市府預算 當作人情供基金嗎 因為選委會裡面的委員 有一個叫做李惠銘 他呢這個曾經擔任 封禁建設董事啊 怎麼又是建商有關的 然後呢 他也是今年度的 竹市府市長辦公室 空間改善 採購標案的德標廠商 據說又是採最有力標 結果呢 市府回應說 這些中風都合法了 當然有他也爆料 說除了這個之外呢 公測會的這個委員 又是公測會 他說這個周新宏呢 這個高宏安 清點他擔任議警大隊長 據說連他的妻子呢都是新竹市又是選委會的委員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然後呢這個 高宏安的今天呢 則是針對這些爭議 都是他從從他住進回建築開始 但他嗆聲喔 他說喔 倉意建設蓋在新竹市建安那麼多 我會住在倉意的房子裡面 一點也不奇怪啊 難道我連自己住的地方都不能是一家建商蓋的嗎 這是要逼我買地蓋房才能避開這問題嗎 他說那我想反問其他縣市首長啊 你們住的不是建商蓋的房子嗎 還說寡婦樓杜根案 林志堅二零一六年就說要暫緩啊 可是同年五月 你們又有環評小組的這個初審 然後呢這個 後來又通過了非文字身份 二零二二年呢 還又通過了綠資源審議 這就代表林志堅前市府時期 明明就有持續作業啊 什麼叫我這個時代才重啟的 然後他還說喔 那一些不住在新竹市特定人士 編出這一套又一套的故事 簡然成為八點檔啊 然後還說最近舉多的狀況都讓我們局處首長好委屈啊 我自己也支持公務員捍衛權力 收證提告 也希望媒體能夠平衡報導 所以我們寫了這麼一大篇 把高宏安的說法呢 這個完整的呈現給大家 但是就請教一川老師囉 你怎麼看高宏安的說法 我住在建商蓋的房子裡面很奇怪嗎 我這個戶籍所在的房子是倉意建設蓋的 很奇怪嗎 我的這個局處首長 因為你們這些名嘴 他們覺得好委屈喔 你怎麼看 高宏安今天整個都笑起來了 說話很笑的 講話還帶一些手勢 好像他在立法院質詢一樣 他講這些話過去很多人都反竄過了 都模仿過 結果他真的把所有的話通通講出來 他講這些話過去很多人都反竄過了 都模仿過 結果他真的把所有的話通通講出來 大家以為說這些反竄的話大家是開玩笑 他真的講出來 問題是你現在講說什麼住新竹會租到倉意的房子 我也知道啊 倉意是新竹蓋到4萬元 4萬元如果投票就投8萬元 所以很承認大倉意的房子 沒有不對啊 人家說八分之一 問題是 問題是你 你住在家裡燙啊 你住在家裡燙啊 高宏安當新竹市長 又新竹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城市 不斷創新 最近在討論這些東西 每一個出來講的喔 手頭都有網路的東西 會議紀錄 委員會名單 所有的發言 這都不是秘密的 很多人說 你名嘴怎麼都這麼擠秘密 那都不是秘密 你如果那裡顧的都找有 那公司後邊的背景什麼人都找有 可是高宏安在新竹就弄了一個 以建商為核心 結合產官學 一起大量開發 讓新竹向前走的一個模式 所以就是說 高雄也發揮的空間 做委員做讀懂 建商的這些開發案 能夠大步的向前 但是高宏安呢 全部都跟他無關 但是高宏安漏掉了一些事情 高宏安你的敗筆就在這裡 因為你把一些不用去 這一個議會報告的那些位置 你通通給了你的朋友 什麼選委會 選委會 選委會 你剛抓到一個叫什麼會民 今天人還有發言一個叫童言 陳童言 陳童言 陳童言這次去日本這次 也對高宏安去 二人又拍美照 陳童言沒有什麼法律 政典什麼法律政典 這北京選舉的北京都沒有 他只是那個叫做 周欣宏 姻母 就是姻母而已 那周欣宏 議警大隊長 他跟教我們很好啊 跟教我們才清典啊 姻母 不是學法律的 不是在那邊檢查瓜瓜瓜 不是地方人數 不是地方齊勞 不是在地理長 這很久 不是我做的議員議長 教政理都沒有講 人家現在是新竹市 選委會員 你有很怕嗎 哇 新童市的插政 人家說 這個叫什麼童言 沒辦法 都會來的 人家就是人家這次 蓋入地區 你有對到嗎 對不對 人家對到又有學生 還有畢業 所以 這種的 對這個選委會 公車會嘛 公車會總庫也很多 公車會上面有一個什麼 什麼安安三號 果汁的那個 那也公車會 什麼國標養太保 那個有沒有 九暗人吃太飽 然後呢 去搶議員 搶議員 這個議員 這是什麼 這是台中在發電 他在賣二手車 跟汽車精明 一個環中路上面 誰來成立做議政的大隊長 怕死人 議政大 議政一消 議交明皇 死的大隊長 都是要在地好的人 正通人和 朋友很多 如果要關錢 如果要關五百萬 大家一個人關五十萬 集會輕輕的 拿去避難的消防員 警察英功 英功殉職 政府補不夠 處理還有孩子 可能的 這種的 人這種意見的人會去目犯 這種的 在地 實際很多人 大家到三天 這種的高峰都安排他自己的人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高峰安 如果出事 就都怪林志堅 現在說到這裡委員 都林志堅貧 什麼林志堅貧 林志堅貧 到你的時候 到三月五月七月 那些委員你給我換一堆 人家什麼都工都審 那一堆 人家21個委員 你現在給我拼到23個了 多兩的是什麼 多兩的全部是建商 都你貧 你現在又怪說什麼 你還知道謝宏典副校長 你們之間的貧 沒有不對啊 那問題是你 你怎麼換過來 你怎麼換過來 加進來 還有多兩的建商 這就有的 你是怎麼說 好 遇到自己的事情 就躲起來 問說你為什麼 盜回建築 沒話說 那現在出事 就怪前朝 那現在 沒辦法解釋 說不清楚 媒體在質疑 愚論在質疑 發言人就出來嗆媒體 你為什麼問那麼多問題 你為什麼問的都跟別人不一樣 這就是他整個操作的這個模式 我看 不要說那回建築 我住的地方 不能是建商蓋的房子 當然也建商蓋 不然你會自己蓋 大家大廚也建商蓋 為什麼自己蓋 你們剛才不在做陶醉 還在自己蓋 當然也建商蓋 問題是 你大廚的人就說 有利害關係 你就說不清楚 你到現在還在帶回建築 對不對 你都不怕 我跟你講 到我們接下來 差不多一禮拜 差不多十月中過 每禮拜都要走發言 他那個助理會案 現在還有這個市長 還有兩個案 聽說都在他資案在辦 你都走發言 你走發言 你走發言 你也沒心情 我建議這樣啦 具體建議啦 實質 沒有什麼 請教請教 不要實質 請教 侯友宜一樣 侯友宜也請教 侯友宜請教 薪水教練 有關照 關的是另外一輩子 侯友宜請教 叫副市長代理 新北市沒有侯友宜 新北市正常運作 對吧 新竹市沒有高鴻安 新竹市也是正常運作 搞不好更正常 所以你可以讓侯友宜請教 請教你的官司 行事還關出來 行事還關出來 告一段落 你的官司告一段落 就是一審判決有罪 停止一天你就不用請教 請教 請教停止一天 就直接對新竹早安去土城早安 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 站在那個位置 要用你的人用一大堆 新竹市真的沒辦法推動 你現在這次的公務 有什麼 心理想什麼 現在市長 當時要做到當時 他說的話 到底是要心 連一個中秋天 現在說沒有啦 不然他說林志堅 預算編錯了 林志堅 這被你八年都編錯 如果八年都編錯 新竹市政委 主計當外 全部都要抓起來 為什麼八年都編錯 還是林志堅 最後一年故意編錯 說好清楚啊 欸 編錯人都沒辦法發錢 你編錯你就沒辦法發錢 奇怪 你現在怪林志堅 不然林志堅 那八年 我問你 林志堅八年 那個主計處的處長 換人沒有嘛 他們的市長 學家換人沒有嘛 變醫生的單位 人事處換人沒有嘛 人都沒有換人 那些人也有問題啊 什麼 林志堅做的時候 那些人都可以分 哇 現在也高昂安 吉也高昂安說 高昂安我跟你講 高思草我跟你講 林志堅那個編錯 那個不能花 嗯 你當然是你編錯 你也是在花啊 那都不是理由啦 如果不要分就不要分啦 什麼 五百塊的中秋二斤 如果要求人家計劃 不管人身體市的公務人員 說我們這條是幾乎 拿去做公雞針啊 真的啊 現在這條也做公雞針 對不對 無意無事 五百塊中秋節日 現在五百塊也沒辦法 買什麼東西 連你也要跟他吃掉 實在是 太誇張了 來 請教這個將軍 這個高昂安所謂的利益迴避 就是利益不迴避嘛 那昨天當然科辦的發言人 陳志涵在突發奇想裡面 他其實這個也有嗆聲嘛 他說 你們這個紅色蜘蛛網 為什麼越化越大 就找不到直接的關係啊 不然有對價關係 你們讓高昂安一刀斃命啊 那你怎麼看這個 陳志涵這個說法 那一般的老百姓 看到了這個紅色蜘蛛網 這個密密麻麻排出來之後 高昂安會覺得 這個市民會覺得高昂安沒有問題嗎 那一般民眾會覺得 高昂安沒有問題嗎 這大家的嘗試嗎 所以你怎麼看 我覺得昨天陳志涵 給予高昂安的溫暖 高昂安今天收到了 所以你看他今天多有底氣 住房子當然是建商蓋的啊 不然叫我自己蓋 你是虎頭峰自己煮草 你還是穿穿甲自己挖洞啊 對不對 我覺得昨天陳志涵 給予高昂安的溫暖 高昂安今天收到了 所以你看他今天多有底氣 住房子當然是建商蓋的啊 不然叫我自己蓋 你是虎頭峰自己 你還是穿穿甲自己挖洞啊 對不對 當然是建商蓋的啊 又不是昆蟲又不是動物 你自己竹槽自己挖洞 當然是建商蓋的 問題是有沒有付錢 對 要花錢買嘛 購多少錢也很重要 你當然可以住在回建築啊 用市價買進 沒人廢話 我高昂有錢啊 廢頭廢啊 我紅海的主管 我買不起嗎 如果回建築 你花4千萬 5千萬買下來 沒人會講話 人家這裡拍拍手 沒辦法 我比你差 我沒有你聰明 我沒有你會賺錢 你花錢買啊 再不然你花錢租嘛 那是 對不對 15萬 市府8萬塊 剩下我自己桃藥包貼嘛 我就用市價租下來 誰會講話 沒有人會講話啊 所以他今天嗆得很用力啊 可是呢 又被釘得滿頭包啊 因為完全不符合公眾的期待嘛 另外我講喔 高環到了新竹去 做了很大的改變喔 去年的此時9月份 他怎麼講中華大學的 我是匪導匪耶 我是台大的 我是心意納提的 對不對 哪像那些 像什麼中華大學夜間部 洗學歷的 對齁 提過中華大學 就是這個時候9月份 他嗆中華大學 可是他發現不對啦 發現中華大學 在在地的勢力蠻大的 馬上道歉 中華大學看到高環 看樣子會當選 秒接受 沒有關係 進次前嫌啊 破冰啊 沒問題 現在才發現 中華大學在新竹 遠遠超過信心那題啊 對 太厲害了 不得了 為什麼人家是慘觀學結合 高環去的時候 他說對啊 我哪裡有錯 我把產觀學結合什麼錯 沒有 你做的叫做產觀學勾結 你那不是結合耶 結合跟勾結完全不一樣喔 結合是說 大學訓練出這麼多的人才 那這些人才有投入產業建築業的 去幫忙建築 也有進入新竹市府 按照他的學禮來制定法令 然後呢 你的法令能夠跟產業結合 產業的需求 學校可以不斷的訓練更好的人才出來 這叫良性的互動 這叫結合 什麼叫勾結 勾結就是高環線在做這個事 這實在太厲害了 對不對 馬上教師節要到 明天教師節 我們教師節以前古代是給素修啊 像我旁邊這個是老師 對不對 老師我送你素修送你肉乾 現在是送你一個月餅 不得了 這個產官學的結合 老師我送你讀懂 我送你讀懂 厲害吧 厲害了 老師你實在太棒了 因為老師教出的學生 到了建築業 發現我很多不會啊 學的不夠精啊 趕快回去請教老師 老師你教我 老師你告訴我 我的學的不夠 你怎麼辦啊 老師乾脆你當讀懂好了 不用教了 直接貢獻 很好啊 當讀懂啊 你也可以當讀懂 大學的老師 你學有專長 進入採業當讀懂 OK 可是呢 你跟官方又不一樣了 對 我不但是讀懂 我不但是老師 我跟官方接觸的時候 我是學者 我用學者進入環評委員會 進入都更委員會 進入土開委員會 進入糾紛排解委員會 進入糾紛排解委員會 我是學者 可是呢 我另外一個身份叫做讀懂 所以我左手有官方的 產官學的官來推動事務 我的右手呢 又有所謂的這個地方 建築的力量 我要來兩個互相支撐 本身我又有學生 這神通廣大 所以為什麼人家就講 中華幫就是這樣 其實中華大學無罪 是你高鴻安讓中華大學 背負了這種污名 因為以前林志堅在的時候 也有這樣做啊 你說清華大學沒有建築系 中華大學有建築系 你像北桃園有沒有 像南到台中有沒有 再不行往台南走 都有建築系的高材生 你不能避開瓜田裡下嗎 你當然可以避開 因為以前人家 就是這樣做的 如果有公司的讀懂 又跟這個建案有關係 我就避開 我找南部的大學 或者到桃園 北部找大學的學者 我來做一個交織的一個 一個考核 那就沒問題了 所以是誰 是高環你核定的嗎 是你核定 你怎麼解釋 然後呢 你又住在建商有關聯的 建築物裡面 住房子無罪啊 可是不付錢就有罪啊 住房子無罪 瓜田裡下就有問題啊 所以柯博哲難怪會講說 這十件事 有八件是假的 請問哪兩件是真的 八件是真的 一件真的都不行啊 一件真的就是有啊 所以我才說 連柯文哲都開始發現 高環啊 你不是跟我說 絕對沒問題了嗎 我發現十件裡面 有一兩件是真的耶 這貨很難護航下去耶 所以當然高環 所以人家問到他這點 他很大聲 我自己住 難道我自己蓋房子嗎 我不能跟建商買房子嗎 你的房子是自己蓋的嗎 對 除非你是虎頭鋒 或者是穿三甲 否則你一定跟建商買 可是問到了你所謂的 立法院的事 他就傻眼了 聽說小兔主任說 這都是你供出來的耶 都是你要求的耶 你怎麼說 交給法院去審理 怎麼變得這麼尊重法庭啊 你不是像檢察官嗎 這檢察官誤判這樣可惡啊 怎麼突然間說回來了 所以我現在是奉勸高鴻啊 真的你還有救 立法院的事沒救了啦 沒救了 你現在新竹市還有救 你對於環評 對於都市更新 對於爭議排解 對於土地開發 這些委員會 如果你覺得有爭議 你自己都覺得不對勁了 你可以請法律專家來 找出裡面有爭議的人員 這個結議可以推翻重來 如果你不點頭 也不搖頭 也不否認 也不承認 到底是什麼呢 到底是什麼 就表示你真的是 跟建商的關係 解不清理還亂 不過這個韋航老師 高鴻安有可能採納將軍的意見嗎 如果會採納的話 他就不會繼續住在回建築裡面 還跟你嗆聲說 我自己住的地方 不能夠是一家建商蓋的嗎 你怎麼看高鴻安的態度 另外當然 我們從都更的內容來看起來 目前所曝光的這些內容 怎麼樣都可以牽到所謂的 什麼中華邦 什麼倉意鐵三角 然後你就這麼巧的 住在倉意的房子裡面 而且關鍵在於 這個就是住進回建築之後 這個都更的順序 很快速的在進行當中 那當然現在也質疑說 這過程裡面是不是放水 一路開綠燈 那現在新竹市政府說 這一切都合法的 沒有任何的爭議 那您怎麼看 好了合不合法 大家都可以講說我合法 可是最後要法官判了才知道 那當然 現在所揭露到目前為止 因為天天都有最新的分析 大概要釐清的資料太多了 我相信一般的觀眾朋友看不懂 那麼多人民 那麼多建設 那麼多 這個線箭頭指來指去 這個叫做架構 我有朋友就是在幫忙做架構 什麼叫架構 就是箭頭很多 繞來繞去之後面 你都不知道繞到哪裡 法官看著頭也昏 你看著頭也昏 他就過關了 因為他就是要讓你頭昏 但是講白一點 都是一家人 那都是同一棟 就是同一家公司 就想像有一個很大的 建商公司集團 底下有非常多關係的 他們現在跟高雲安 關係不錯 有些案子跑得很快 當然啦 剛剛講說 會不會真的有違法 那個檢調從看他他治案 現在的他治案 會變真治案 查下去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查到對價關係 現在高雲安這樣都不講 他到底跟誰租 對啊 怎麼租 用什麼方式去談合約 比如說第一天看房子 哇 覺得這邊有這個天子氣 哇不得了 再次哇 坐北朝南什麼的 他可以講出一番道理嘛 如果講得出來 大家會對他比較有信心 就不是誰蓋的問題啊 你可以講說 我挑了很久之後 我在那邊殺價殺了很久 殺到口水都噴到人頭上 人家終於願意給我這個價格 你可以把故事說完整 那麼大家會相信你 現在呢 他自己不說故事 他自己說出來都破破碎碎 他就只是要嘴炮你 那其他我們大家幫他把故事補完 補完之後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局呢 就是人家現在是設了一個什麼樣的局呢 這個慢慢會明顯 他沒有那麼快 因為真的太複雜 我來講一點 剛剛一直講環評火箭 對 講三 兩週了 對 到底有多火箭 我們這邊有在反覆談嘛 就是說 他這個有在評估啦 底下有一些相關人等啦 原本環評的這個 這個主席 是他的關係的人 到底怎麼樣影響 那到了今天大家抓出來的是 其實齁 時代力量在當地的委員 議員 三次環評都有去 在當地的蔡議員 三次講的都一樣 第一次環評 三月的時候 那個停車位會不夠 第二次環評 那個停車位會不夠 第三次環評 那個停車位完全不平 然後就要這樣過關 有這種事情嗎 就跟你講說停車位不夠了啦 然後這樣過關了 那當然今天有人去追出說 為什麼臨時換環評委員 就是 原來的環評委員也說 停車位不夠 所以 停車位不夠這件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 像我們有去現場拍的 我其實當時去拍的時候 我上個禮拜也有講嘛 我去拍 我問當地人說 車子停哪裡 問題都一樣 這個是 不分黨派 對 這是客觀事實 我現在那邊就是人很多 我車子再進去 就是會越來越傷 怎麼辦我停哪裡 怎麼停 怎麼去紓解 這些問題就是環境影響 鼻鼓要處理的 可是連續三次會議 隔了兩個月 都在講同樣的問題 那就是沒有處理嘛 對 你沒有真的這個說法 去做出一個處理 然後你現在就壓得 趕快推趕快推 三次環評啊 沒有意見第二次要不要不做啊 當然那是 有很多的不同的案子啦 但是他實際上都希望 整個流程盡量順 那當然高雄安說 選民服務嘛 我們高雄安的 四伏火箭嘛 那什麼東西都是最快速度啦 管你有沒有停車位 反正我們就是要蓋起來啦 他可以去走這個路線 但前提是 不能有對價關係嘛 對 現在大家就是懷疑 這對價關係 是不是有點過度明顯了 當然高雄安說 我們怎麼住都還是會住到 那你還是可以挑 不是的啊 搭不了在路邊搭帳篷嘛 出現你就是堅持七年到底 我到新竹就是要跟財團 就是要跟建商 我們就是要來對幹 如果是柯文哲一定會做這種秀啦 可是高雄安應該沒有掌握到柯文哲的這種心靈 所以現在的格局就是你人就租進去了 而且他的租金全貌我們都沒有看到 都沒有看到啊 你最近幾個月你每個月都有付嗎 那你為什麼只拿五月出來不敢拿其他幾個月的咧 這就奇怪啦 我必須要說齁 他自己住進去了 他男友住進去了 車車也屁股也放到別人的車車上面 這個就是問離子所在 這些車車也會 其實還有別的案子 只是我們這邊沒有討論而已 其實也是有別的案子 又重新慶來又開始要審了 像這種事情齁就是 我只能說啦 在地你有關係的 我們也有關係的 大家都有認識關係的 大家就是爆料來爆料去 可是現在因為爆米花 嗶嗶嗶嗶嗶嗶太多了 大家就是爆了一顆爆米花在看電視 我今天到底要吃哪一顆好大一盆喔 有點一時無法消化 但總體也來說啦 今天我們有在討論啦 還有跟一些地方人士討論 剛剛這一局就是沒有了 什麼沒有了 明年六月最遲 明年六月一審出來 助理費案出來 那個結果後面都沒有了 所以他很急啊 他現在很急 就是他的世界末日會發生在 2024年的六月 不管選舉結果怎麼樣 除非柯文哲要打一個 當選過關落選被關 支持高宏安票投柯文哲 但是我想他應該沒這個膽 等一下我們再來 討論柯文哲的部分 好 那如果到了明年的六月 剛剛一審結果出來他要下來 他現在會急著做什麼 能快就快能衝就衝嘛 反正我已經沒有明天啊 我就是幫這些案子去把它搞定 那至於到底是不是有 深刻的對價關係 因為他說我就便宜住啊 一個月一萬塊啊怎麼樣啊 人家看我漂亮啊 算我便宜不行嗎 是可以啦 但是這些事情不是對我們說 也不是對記者說 到時候要去對法官說 對看法官接不接受嘛 所以這個大家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法官是恐龍 恐龍法官 但是恐龍法官 再怎麼恐龍他看的 這種唬爛仔 至少是兩三百倍以上啊 沒有那麼容易唬爛過了 所以以我們的常理 我們就是料定啊 高宏安明年中掛定了 不管是被罷免 不管是一神有罪 他就是拜拜了 在拜拜之前 他會還會幹出什麼樣的鳥事 我們就大家繼續看著 不過這個學尾啊 這個高宏安 這個都根的爭議這麼多 你怎麼看喔 這個高宏安能不能夠解釋得清楚 還是高宏安一句話就好了 我自己住的家不能是建商蓋的嗎 一定要逼我買地蓋房 才能避開這個爭議嗎 而且呢現在爆出來說 他的這個用人為親 高宏安我們甚至開支善業在 這個新竹市政府的各個局處裡面啊 這到底是高宏安交友太廣闊了 當然交友都是建商啊 那還是說高宏安真的生病 可以信任的人已經不多了 都只能夠用這些人啊 你怎麼看 他剛開始到新竹去的話 他信任的人本來就不多啊 那時候學舉你有沒有發現 他是學明志在後面幫他操盤 而且還有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許修睿有沒有 他突然間告訴你說我要怎麼選 把國民黨整個票都拉過來嘛 所以他對新竹完全是不了解 他是一個陌生的環境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他要開探出他的業務 包括私人的 包括公家的政府 市政府的方面的話 他要靠的人脈 都是需要他能夠相信的人 那問題是我一直在強調一點 他到底了不了解這些人的背景 你有沒有做過真信 應該是沒有啦 看起來對不對 為什麼他相信的人都是建商啊 不是因為他 就是我就跟你講說 淨朱者赤嘛 淨末者赤 一旁的環境就是這些人 對不對 現在有一個人企圖幫他砍 砍砍砍砍砍 砍來都這段 對不對 所以你看現在 產官學的這些事情有沒有 你知道嗎 我覺得王毅川應該感受很深刻 對不對 產官學能夠做到這樣 每個地方都能夠有很 自己做得很高的那個地位的話 他也是學者出身的 對啊 你產官學怎麼像人這樣做到這樣 你看 幾乎一手包 人家講說一條龍對不對 我說真的 你如果在產這個地方 有頂尖的表現 或者在觀這個地方做得很好 或者在學這個地方 所以你是知名學者 任何一個領域已經了不起了 他是能夠把這三個 能夠融合在一塊 這就是一個不簡單的地方嘛 開衛生 不然要做主席 官員 不然要做主席 不然要做廠商 不然要做審查委員 那是要換來換去 你沒有在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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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在會議室的時候說 老師你今天 我今天唱歌 老師你今天 我今天主席坐車 衛生老師可以當這個 十家公司的讀董 不屑啊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你能夠把這些人 能夠聚合在一起的話 真的是一件 很不簡單的事情 好啦 那你現在說 我們先從高文安 講的這些話來講 他說倉意建設在台 新竹市建案很多對不對 會住在倉意的房子 一點也不奇怪對不對 可是重選的機率 也才四分之一 對不對 有啊 因為四萬多戶的話 你如果在整個 新竹市來看的話 難道最近新的一些建案 這十幾二十年 難道都是倉意嗎 你也不可能對不對 那個比例問題 我們這個機率很容易 對不對 好第二個 他說自己的地方 不是說是一家建商 是要逼他買地蓋房嗎 我就講說很奇怪 沒有逼你買地蓋房啊 對不對 你說逼他這個問題很簡單嘛 你今天問題是 你今天住的回建築 為什麼是五萬的低的那個 這麼低的一個價格 你就能夠住到這個豪宅 這個才是爭議的問題嘛 而且新竹市政府補貼你的官邸有沒有 官邸的租租費啊 那個租借費 租金補租的話 一個月八萬塊 對啊 你八萬塊 回建築都一個套房五萬 你八萬搞不好可以租兩間套房 對不對 把客廳也租下來啊 所以你為什麼不去外面租 而且為什麼非得租在回建築裡面 這個塞是太掉了 除了個性之外 你拿給我們看的是五月的租金喔 對啊 現在那個房子到底是誰的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這個說詞的話 那個讓人家覺得搞不懂嘛 對不對 你說這個 最後一點他才講 最後很多狀況 讓很多局處長覺得委屈 所以他支持說 公務人員捍衛權益 收證和提告 我是覺得 現在有點名到哪一個局處首長嗎 有被點名到的 不都是你找的人嗎 而且是最近新上任的啊 對不對 你說以前一些老公務人員 在新竹市政府裡面 幹了很久的那些公務員 有被點名到嗎 對不對 除了那個 嗆媒體那個啦 清清還是什麼 清清啦 清清啦 對啊 還有之前那個民政處長嘛 那個蘇蘇婷嘛對不對 清清跟婷婷啦 他們如果沒有這些事情 我們今天就沒有了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些爭議的話被點的 那其他的局處首長 有哪些人被點出來的 我是覺得說很奇怪 你說這種東西 而且他說說 他都讓什麼 很多局處首長覺得委屈 有嗎 是你自己覺得委屈吧 對不對 所以他自己的委屈 要這些局處首長幫他發聲 對不對 要他幫他收證提告有沒有 要捍衛他的公民 其實捍衛他的權力 就是捍衛到高雄安 這句話等於下令 這個局處首長 可以去收證提告 所以我就覺得你看 現在很多事情又被抖出來 包括說他現在講說 那個市長辦公室的改善空間 就是那個李惠民嘛 對不對 那個李惠民被弄出來 我是覺得 這個公共工程採購法裡面 有一個規定 包括現在就是說 不需公告或進行採購的小額 對不對十五萬 那你說合法 那到底你要不要攤開來 給人家看看 你這個合法 合法是怎麼樣 那可是對於這種工程 財務勞務採購公告的話 上限有一百五十萬 那當然就是市長權益 我可以讓別人做 問題是 你可以說出來 看你整個過程 公告過程 內容是什麼嗎 對不對 你不要回避這些問題 很多問題都你都是 他現在的方法就是回避 不只他 我等一下再講謝宏蓮 同樣的方法都是說 我現在問東你在扯西 他希望說把這個問題 能夠撇在別的地方 你就不會再接下去 不大有可能 你看現在那個周星鴻有沒有 也是任疫情大隊 這個在台中很有名 周星鴻在台中很有名 對啊 他在不會超跑的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他超跑 你有想到說 之前你那個豪車 跟他是不是又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就跟你講 很多東西你都可以做連連結 或聯想 這樣真的害 對嘛 所以我就跟你說 這真的是你任用的人 我就跟你講 一個一個浮現下來的話 為什麼都可以聯想在一起 或者勾串在一起 這個才是問題的症結點 那我在想說 你看這個寡婦樓 這個李正浩又開始爆料 這個在台中很有名 蘇星鴻在台中很有名 對啊 他在不會超跑的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他超跑 你有想到說 之前你那個豪車 跟他是不是又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就跟你講 很多東西你都可以做連結 或聯想 這樣真的害 對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真的是你任用的人 我就跟你講 一個一個浮現下來的話 為什麼都可以聯想在一起 或者勾串在一起 這個才是問題的症結點 那我在想說 你看這個寡婦樓 這個李正浩又開始爆料 好啦 那現在講說 現在環評委員有沒有在放水 他就講這個主席叫謝宏蓮 主持人叫謝宏蓮 對不對 那謝宏蓮他講說 其他的環評委員在裡面的話 提出很多很多刁毋的問題 包括油朝先滴 要不要保留 或者景觀的設備有沒有 還有包括說補充土方的安置計畫 對不對 他們提出來的都是很實質的 就是對這個有幫助的 或者說你這個訪客 遊客的臨時停車空間 要不要做一些增加或怎麼樣 這是針對問題 你今天要保留一個景觀 要保留一個發展這個區域的話 你有訪客遊客 如果突然間冒出來 很多的時候 你的停車空間 是不是還要再去增地 那是不是要浪費政府的錢 所以你應該把預留地 先保留出來 可是李正浩的質疑是什麼 其他環評委員提出來 這些環評意見的話 都是要增加開發的價錢 對不對 我要投入更多的錢做這些開發 可是這些都是應該要做的 對啊當然嘛 那你環評委員 不就是應該要提出問題 看到以後的未來嗎 對不對 對啊 那你現在增加這些開發商的成本 對不對 那你如果願意的話 那你就來做 還是有利潤 只不過賺少一點 可是問題是 你以後開發完之後 不用增加政府的以後 往後的負擔 對不對 這個是應該環評委員 應該做的事情 那謝宏年他提出什麼 他提出什麼 增設U-bike 增設公車站牌 對 交通局打臉 他說U-bike我們已經有了 公車站牌500公尺外就有了 所以你提這個什麼 這個讓人家專業度 會讓人家質疑 當然 而且你剛剛不是 而且他說什麼 他是蒐集這些大家的問題 之後提出來 你剛剛提的問題他有提嗎 對 那你提出這些意見的話 那麼重要的環評的問題 你提這些意見 跟其他委員比起來 而且你還是學者 是啊 對不對 謝宏年協美人 副校長還是什麼 副校長 對不對 你不是專家嗎 先謝老師 在地然後稱他謝老師 所以你提出來這些意見的話 叫校破肚皮對不對 你一個學者 這就怪嘛 對嘛 所以人家才會質疑說 你是不是在放水 對 那問題是 好 我們現在質疑 提出這些問題的質疑的話 他怎麼回答 你看他回答 他回答的時候是告訴你說 他是什麼 主持人 所以他綜合各委員意見 所以委員你盡量提 我不用提 我隨便提兩個就好了 對不對 你請廠商去回應 對不對 回應廠商怎麼樣 我在收斂這些意見 回應 我就覺得說 你把責任都推給別人 你主持人的底下 笑死人 你難道就不能夠裁決一些事情嗎 所以就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 現在就是怎樣 人家質疑的問題 包括你的專業度 包括你提出的問題 你有沒有解釋 沒有 你別想他會解釋 所以我就跟你講 現在高昂恩一樣的手法 他都是用這種方式 在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高昂恩真的 你接下來我昨天也預告 接下來你的市場生涯 大概法院會比你在辦公室的時間 還要多 不過益川老師 怎麼看這些圖 話來話去 已經出了那麼多張的關係圖 結果這個柯文哲說 沒有你們太誇張了 那只有一分真九分 假後來又說這個什麼 兩分八分 你怎麼看柯文哲的說法 但是不管怎麼樣 助理費這個案子總是真的吧 現在這個 在這個法院上面 三個這個辦公室的主任 直接打臉高昂恩 誰告訴你是毀捐 我們是員工 我們沒有辦法 而且這個案子 這個助理費案子 我們看到接下來動作非常快 這個禮拜首度開庭之後 接下來十月二號馬上 就要換不認罪的公衛文 再來呢 這個十月十一十二號 就換成高昂恩了 所以看起來是不是高昂恩 真的一審定罪 可能這個很快 你怎麼看他這個官司 我先講柯文哲 柯文哲今天講的 把他一間一分針 把他兩分針 把他三七 你是在喝飲料的 你是在半堂 少堂 微堂 微微 還是正常 多堂 你是在說什麼 你就跟我們說 對幾條是真的 跟我們說的情緒 比如說你說 你很討厭李宗廷 會跟你說的 李宗廷的事情 我都知道 你跟我們說李宗廷 什麼事情 說給我們知道 你不是都說得透明的 這就更暗藏 跟我們勇敢 跟我們說這些事情 高昂恩的這個助理費案 因為現在法官把分三組 一組叫做這個認罪組 高昂恩這組 這組叫重罪組 很重罪的就對了 中有一組叫觀察組 觀察組 那天認罪組的都開了 開了很簡單 白法文說 就是法官問 那三個人說 檢察官跟你們起訴 你們有信嗎 檢察官有亂寫嗎 檢察官說的 你們都要信任 檢察官出事的證據 你們有要解嗎 叫那三個都說沒有 我都信任 檢察官誰都對 我都信任 所以後面可能這三個 不一定要常常去 因為他們都信任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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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bit 批拼 還是 瑞 現在十一月二號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公衛文 我本來不認罪 而且到現在法官 把那 JA 觀察組說我再給你最后一宗的機會 因為他們當時在偵訊的時候 彼此可能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說其他三天早就都下車了 他又在車上在睡 這開始說我有在車上 人家那三天早都回到家裡 你再坐在車上 公衛群也搜尋很多 搜尋到台大了 那不是什麼 沒有 受過國家 國家有栽培 社會有栽培 父母有栽培 現在也架為人妻 所以公衛群你要替你自己想 就說你要好好的去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還要放下他 你就要好好去面對這些事情 你的決定 你的決定 現在3比0 現在比數3比0 你參加4比0 你不要怕人對抗 不要去跟世界對抗的勇氣 不要勇氣 你要跟真理站在一起 你刻過認罪主義兵 因為你工作時間也不長 他在高峰安那時間其實不多 他到時候又很高 又拿回去 又拿回去 又拿回去辦公室 所以他 新營後 他就會跟其他人一樣 一週就對了 到最後剩下這個重罪組的高峰安 因為現在開庭都是開放的 都可以開放旁聽 所以高峰安在中間 聽說現在要求籤 因為太多人要去聽 太多人要去聽 所以那天我們就能看到高峰安 匪陶匪強變金牌的功力 這樣 就說我們在桌下看 高峰安這樣說 你怎麼說到這樣 我們不要看高峰安怎麼做 因為法官這次的心理 法院都會開放 大家都可以去求籤登記 登記旁聽 我覺得高峰安這個案子 應該是關定的 時間的問題而已 還說先停權 不是停權就是停職 市長就不用做 高峰安你叫新竹市八字不好 這樣 你當時不要說你要選新竹市 你考慮這些案都沒有 你就好好做你的立委 你要選新竹八字不好 我看你整棲 我跟我說你親家 親家回去 回去來 把台北吃到後 你就回去睡 把事情用完完 新竹市你就放下 這樣你的人生會快樂 不然你每天都要對抗世界 我覺得這樣也是不好 但是我判斷你這個案子 一審一定有事 一審有事 你市長就不知道要做 何必呢 就說二月頭月 你今年也怕三十幾歲 所以前途還有一片抗 你如果是逛要坐 全台灣就看你在法庭上面 怎麼跟大家強變 不過高峰安的市長之路 是不是末日將近 但是中國的經濟 現在確實真的是一灘四水 而且現在中國的老百姓 對於習政權已經開始絕望了嗎 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在封什麼 在封求生拜佛 而且不然就是每天都聽到 這個房企破產的這樣的一個消息 結果中國官方在幹嘛 中國官方現在居然在搞抗日 結果搞到現在呢 結論就是呢 又害到自己人嗎 米寬 中國的十一大房企 總共欠了超過十兆的一個人民幣 而在今天最近爆的 許家印據傳被上套帶走了 所以現在恆大可以說完全徹底冰涼 我們從這件事情先來說 最近中國就一直在宣傳 為什麼呢 中國這兩年跟日本之間的關係 可以說是越來越不好 包括了在軍事上 包括了在整個科技上 而中國一直很想給日本穿小鞋 日本福島的一個核處理水 日本是這麼說的 那對中國來說 這個不叫核處理水 這個叫核廢水 他們就說 那個核廢水都已經到到全世界 到處都是了 所以大家就把鹽全部買光 把鹽全部買光 因為過去的海水是乾淨的 未來的海水是髒的 未來的鹽就不能夠吃了 結果講講講講的老半天 嗨呀 這些所謂的水產餐廳 過去每一天都會有很多人來定桌 中國的水產餐廳講句實在話 如果有去過中國的去吃過的 比台灣便宜很多 料多也未美 但沒有想到現在一天都少了二三十桌 日本的一個水產 在八月份的一個數字 去出口到中國 一口氣衰退了百分之七十 沒有想到現在重創的是中國的水產業 還有好多日本的 好多中國的日本料理店都說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不是日本廚師來開的 其實呢 這一來一回都打到自己 但現在呢 只能說神奇了我的國 發生了什麼事呢 最近在拍所謂的衛星照 結果呢 中國不是進日本的水廠啊 是啊 然後呢不用怕 嘿 日本的水產很簡單啊 我們現在不讓他進口對不對 我們自己出海去抓 一千五百台的整個漁船 中國漁民出發 然後就跑到日本海去抓 跑到日本海去抓 然後日本海這些所有的日本的漁民 是哇哇叫喔 然後重點來了 那又起這些中國漁船到日本的海上去抓回來的魚 算中國慘的 這樣也算中國慘的 這個算中國慘的 好 來談到現在中國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一個國家要維持正常的一個活動很簡單 就是老人家就退休 然後大家都可以晉升都可以晉升 隨著你年紀越大你的薪水就越來越高 而新出整個社會 剛從學校畢業的都能夠找到工作 這個叫做所謂的正常的就業循環 中國現在不行啊 中國現在的失業據傳20%以上 那20%以上呢 中國現在就要擦脂抹粉嘛對不對 可是那些學生在家裡面呢 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著急 很多人其實心裡很急 那心裡很急 人家說什麼呢 求神問佛嘛 所以現在呢 我們說共產黨太厲害了 現在共產黨把中國的年輕人 全部送到廟裡面去了 那中國的廟很怪喔 台灣的廟 任何一家廟 要趕在門口給你收錢的 我們台灣人一定不進去 中國的廟呢 進去要先買門票 拜拜要花錢 那找不到工作啊怎麼辦呢 就拜廟求佛事工喔 他們就發現了真奇怪 為什麼呢 居然磕頭啊要排隊 還要排隊呢 人太多 那各位就知道現在的工作 慘到什麼地步 現在 包括了中國的恆大 大家看一看呢 不能夠在中國宣布破產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的資產會被凍結 那你的資產會被凍結 你的房子就不能夠賣了啊 所以呢現在呢 破產要在哪邊申請呢 要在美國申請 為什麼 因為你在美國申請破產的時候呢 美國人不會這樣打要錢啦 美國人就是 你就沒錢就沒錢嘛 大家坐下來好好談 資產能賣的賣 能夠活化的活化 大家看看事情怎麼處理嘛 所以呢中國企業現在呢 宣布破產 通通在美國宣布破產 那為什麼要在美國宣布破產呢 先不還利息嘛 先不還利息 連這個都要投資 然後呢中國的不能化房子呢 繼續賣 繼續蓋 想辦法讓資產可以持續的運作下去嘛 這個是現在中國建商的一個說法 但現在呢中國政府鐵了心喔 為什麼呢 我們從恆大這件事情先來看喔 據傳恆大許家印已經被軟禁一段時間了 但最近呢 開始把他的手腳全拆掉 銷售的何鵬先跟各位說何鵬喔 何鵬本來做電視的 然後呢大家都說很會廣告啊 居然一口氣成為恆大的整個 所謂的深圳的一個總裁 房子是賣的風風火火 好 這個朱嘉玲呢更好笑 這個朱嘉玲本來是在恆大的另外 他本來在中國的中信銀行 負責貸款給恆大 許家印說 我每天都找你做錢喔 幾年來當我的整個財務總顧問好了 所以後面呢 朱嘉玲就跑到恆大去 做了三年看不對 又跳出來 現在也被抓 現在被抓 總裁叫夏海軍 財務長叫潘大榮 一個一個被抓 所以我早上我說謝啊 我就說 許家印在看日子在進牢了 沒有想到下午最近報的消息 許家印被上銬帶走了 所以現在恆大是徹底冰糧 好恆大徹底冰糧 下一格要換誰 我就問各位喔 恆大現在徹底冰糧之後 後面要換誰 但各位你不要看恆大這個問題很小 恆大的問題很大 中國這麼大 中央財政佔全國財政百分之四十 地方財政佔全國百分之六十 地方財政要自仇裁員 過去最多賣土地嘛 找外國人來投資嘛 把整個經濟滾上去嘛 那現在各位 土地賣得掉嗎 賣不掉了嘛 外國人現在跑啦 所以呢通膨 這一波通膨是全世界的問題喔 中國現在出現一個問題很麻煩 中國現在的那個農 農產蔬菜水果好便宜啊 沒人要買 沒人要買 那為什麼呢消費力不夠嘛 失業的問題 剛剛跟各位說的嘛 年輕人都在拜廟 磕頭都要排隊了喔 資產減損 你本來買房子買兩百萬 買三百萬 現在動輒打七折打六折怎麼辦 銀行的貸款還沒付完 外資又再撤出 所以現在中國的問題第一個 無法跟低成本的來做競爭 特別是中國的五險一金 又沒有辦法跟整個高價值 例如說我現在華為我這個手機做出來 美國說你真的做出來 可是華為的競爭才要開始 華為現在在中國 中國人愛國新買了 拉丁美洲 中東非洲歐洲 會買華為嗎 過去的華為跟整個蘋果可以對撞 現在撞得起嗎 這個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中國正在陷入所謂的 中等收入的一個陷阱 所以前國家之政 這個是陳柏智老師 陳柏智老師 其實也是龍川 前任的董事長 台灣智庫的前任董事長 他就說了 中國現在失去希望當中 但現在中國最大的一個麻煩是 日本走這條路 單單走修正這條路 走了三十年 好多人都說 那中國到底要走多久 全世界的觀察家都在說 日本的根基比較深 日本的人民比較有錢 日本的平均教育走得比較好 中國究竟能不能夠走得出來呢 要先把這十兆人民幣先處理完 為什麼呢 全世界都在整個買了中國的很多的可轉債 而這筆可轉債呢 為了要怎麼處理呢 後面接手的可能是中國的國有銀行 好不過中國內部的問題儘管很多 最近半個月來呢 這個解放軍在東山大成島 還是密集的在進行兩棲登陸的演訓 甚至華爾街日報還形容 這規模之大 史上少見 而且更吊詭的是 以往中國都會大肆宣傳 可是這次卻一片靜悄悄的 所以連我們的國安高層都覺得 這個狀況實在是太異常了 所以就請到這個將軍 那也有不少前後任的一些將領 都提醒說 我們要特別注意這些狀況 難不成中國真的想不開要打台灣了 這所謂的正常 異常跟反常 這三個階段不一樣 所謂正常就是說 以前怎麼樣 現在怎麼樣 行李如一樣 沒有特殊的改變 這叫正常 什麼叫異常 其中有一個地方跟以往不一樣 叫做異常 什麼叫反常 非常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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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目前是異常 所以我們看一看 這段時間9月17號 共軍擾台103架次 破單日紀錄之後 他在隨著雙十國進接近 他在福建的大城灣 這個地方是兩棲登陸的 最大訓練基地 所以在這裡發現了 哇 不得了 不只是飛機 而且呢 連船艦 船艇 連飛彈都在做聯合演練 就表示他不是單一軍種的演習 他是一個聯合作戰 他正在做一個聯合作戰 而且呢 他要從近岸往遠洋推 因為他有航母加入嘛 而且他連滾裝的商船 貨輪全部納入了 所以他要做一個遠洋的作戰 那遠洋的作戰 絕對不是指度過台灣海峽 這麼短的海峽而已 他是要突破第一島鏈 到達一二島鏈之間的 東太平洋來做 所以這是我們發現的 第一個異常 就是以前都是在近岸 都是所謂的突擊登陸 都是強行的突擊作戰 這一次怎麼會變成遠洋 的聯合作戰呢 這是第一個異常 OK 第二個異常是什麼 第二個異常就是 你看 渤海的渡輪 他們總共有六到七艘 那現在有三艘的 這個客裝滾裝的貨輪 停在廈門的一個工業碼頭 他要做什麼 客輪是要載客的啊 你停在工業碼頭 要做什麼呢 是不是偽裝要做一些裝載的訓練 就是他可以在一千個士兵 可以在將近三百個大小型的車輛 哇 他是不是要在工業碼頭裡面 透過工業的吊背 把這些重裝備一個一個 放進這個貨輪裡面 要來測試這種滾裝貨輪 它在於比較強烈 而且不加海巷所 它的行駛的參數 所以說這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也在持續的監控中 其實最大的問題在於哪裡 這個貨輪他平常是有事的 他要在渤海灣的這些 人民啊交通的使用 他六艘一下掉了三艘走 所以說他的交通狀況 會受到影響 可是卻沒有人抗議 卻沒有人抗議 沒有民眾反彈 那就表示他必然 要做一個重大的演習 已經在內部有做宣示 所以這是所謂的 不尋常的第二 異常的第二 還有第三個異常 中國通常都是 演習槍炮聲味道 口水先噴到 就是我還沒有演習 我就開始拍影片 氣勢磅礡 嚇死你 嚇破你的膽 是啊 以前都這麼幹的 認知作戰 嚇死你啊 對不對 演習沒有那麼大聲 可是我的影片 拍得超大聲 這次異常了 沒有欸 這靜悄悄嗎 對 沒有 你應該要這個做認知作戰啊 你看你看北海艦隊 也穿越對白海峽 南海也有近百艘的船 山東號的航母群也出來了 哇 這麼大事情怎麼不宣傳 對 他們的整體的這個信息戰 大肆宣傳 這次沒有了 靜悄悄的 對 所以說邱國政說 這個就是異常 那我講為什麼沒有到返常 返常在96台海危機的時候 那就叫返常 OK 也就是說我們在漁船的港口裡面 平常在漁船進進出出啊 對 因為大陸的人民也要生計嘛 要去捕魚啊 要去經商啊 貨船要進出 指揮六台海危機的時候 一艘都沒有 一艘都沒有 整個港口就跟死泉一樣 一艘都沒有 那個艘是這樣子 對 這叫做進出港全面管制 為什麼要把航道留給作戰的部隊 那目前來講 雖然在軍事上異常 可是呢 所有的漁船 所有的貨輪商船 還是正常的進出港 所以還沒到那一步 還沒到返常 對 所以說已經到異常第二階段 那第二個呢 異常可能原因是什麼 這做了一個分析 第一個 內部的權力鬥爭 因為為什麼 國防部長不見了嘛 對啊 對 因為國防部長不見了 我不能讓我的解放軍認為說 部長不見了 西線無戰士 大家不打仗 不演習 不作戰了 越是國防部長不見 我越要加強操演 欲蓋迷章 是 欲蓋迷章 這是第一個 軍心不能換散啊 內部的權力鬥爭 我要開始 我還是在演習啊 沒有部長照樣演習啊 火箭軍司令也不見了 也不見了 所以火箭軍也要參演 海軍司令掉火箭軍 海軍也要參演 那空軍也全面的參演 所以說是不是他 內部的權力鬥爭要重組 所以透過演習 OK 來掩蓋這個事實 那另外來講說 敵人有動作 那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啊 是 臺灣現在要防止 共軍 解放軍 突破第一島鏈 兩個武器必須要加強 飛彈跟潛艦 飛彈跟潛艦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我們正在做的 沒錯 我們的飛彈 不斷的研發 包含了長城的飛彈 包含了雲風飛彈 包含了空對地 地對地 艦對地 我們全部都做了 那現在第二項的關鍵技術出現了 就是潛艦 潛艦 這個潛艦叫海坤號 海坤號這個命名的很棒 這個莊子的逍遙遊裡面講過 北明有魚啊 其明為坤啊 多大數千里啊 沒有這種魚啦 這是神話 但是呢就告訴你 我們做的這一艘國產潛艦 就是跟海坤一樣 非常大 非常靈活 神出鬼沒 你抓不到 所以命名為海坤號 那它自命的好沒有用 要性能好才可以 它的排水量 這個我們都不講 最主要它可以 比海獅海虎的荷蘭潛艦 再往底下潛 80到100公尺 大家不要說 真的 對 大家說80百公尺 有什麼了不起 如果你潛水過 都知道 每往下潛10公尺 你的五臟六腹都被壓破 真的 它是100公尺 海龍海獅大概300左右 它可以將近到400 OK 那越往下100公尺 你的生存性就越高 對 越往下100公尺 你的隱匿性就越高 再加上 它所佩附的是什麼 它所佩附的是 Mark 48的所謂的魚雷 這個魚雷 是自主追蹤 聲納探測的 就是美國現役的魚雷 哇 現役的魚雷 美國現役的 人家講說 美國都賣給我們過期了 對不起 現役 現役的 所以這一款魚雷上去之後 它就表示 它的整體防衛性會增加 是 然後我們在設計上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突破 我們也沒有說去觸碰 所謂的 那個敏感的神經 我們沒有做攻擊性的潛艦 我們是做防衛性的潛艦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這裡 這下面一隻雪茄 雪茄型的就是防衛型的潛艦 如果是水滴型的 前面是尖尖的 那是攻擊性 它要破浪破水迅速接近 所以我們做的是雪茄型 這是防衛性的潛艦 還有一個窍門在它的尾巴 尾巴 大家看以前的潛艦尾巴 是十字型的 是十字型的 一個是左右 一個是上下 它是X型的 它是X型的 哇這個厲害 因為所謂的十字型的 它的技術低 一個負責 左右一個負責上下 它很方便 可是X型的 它的複雜性高 它的每一個頁 每一個墮頁 都可以前後左右四個向線 也就是說它的四個頁片裡面 任何兩片三片受到損失 一片都還可以運作 這個意思 最主要的 它居然可以做到 我們戰車部隊 在地面上做的事情 原地轉向 它可以原地轉向 對 我們一般來潛艦是繞圈圈 才能轉 它不是 它可以靜止在原地 因為它是X片線頁 它的向線是乘以4 它可以原地轉向 對 所以說這是一個大突破 是啊 這是一個大突破 大家發現 其實發現它少個什麼東西 潛望鏡 潛望鏡 怎麼沒有潛望鏡 說它是模型掃做的對不對 我告訴大家 它的潛望鏡 不是像傳統的潛望鏡 傳統潛望鏡 高的5到8公尺 10公尺了不起了吧 你要伏到水面 才能看 它不用 它直接放出 放出小潛艦 直接放出小潛艦 那機動性更強了 對 放出小潛艦 小眼睛都有眼睛 小眼睛看到了 把訊號傳回它 它可以躲在海底 接收訊息 太酷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而且 這項專利 聽說很多國家想跟我們取得 哇 我們已經研發出來 那我們很不得了 飛彈也有國家想要來跟我們定期 現在這個也是 那這一個潛艦的發展 我告訴大家 從1949年到現在 所有海軍艦艇兵 無時無刻 不再等待這一刻來臨 因為我們想跟美國買 美國說對不起 我們已經不做柴油潛艦了 我們做核子動力潛艦 如果你要買對不對 可以 我幫你重新開一條生產線 那你認為會便宜嗎 當然不會 超貴的啦 超貴的好不好 如果你說 我想買一台國產轎車 國產轎車 對不起我們已經不做了 我們都是進口的 你想買是不是 幫你開一條生產線 幫你生產一輛國產轎車 我告訴你 絕對比雙幣還貴 沒錯 對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 這麼貴我們不買啊 不能當凱子啊 所以說美國說好啊 那你們自己做嘛 自己做 中國又來阻撓 就是說你要做關鍵技術 美國給你 我跟美國講 那我這樣子 我跟你是幫盟友喔 你這樣不行喔 韓國幫你 韓國處分你 印度幫你 處分印度 全世界 荷蘭幫你處分荷蘭 所以我們的關鍵技術是 處處碰壁 對 那現在因為習近平的幫忙 讓這些人心想 你處分我 因為中國要侵略世界 已經成為一個事實 而現在兩個點 這邊就看出來了 兩個點很嚴重 台灣在這裡 這個點跟這個點 對這兩個點 如果沒有人管 中國的航空母艦就出來了 中國的潛艦就出來了 那全世界都是深受騎擾啊 那怎麼辦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 讓台灣具備潛艦以後 這兩個關鍵的位置堵住了 再向南 印尼有潛艦 越南有潛艦 日本有潛艦 南韓有潛艦 唯獨台灣沒有潛艦 那這時候這個兩個巴斯海峽 跟這個所謂的宮古海峽 守住以後 中國再多的船很難出來 真的他就算一出門寸步難行 寸步難行根本出不來 只能在這個臉盆區裡面 臉盆區 裡面實施演習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們現在有人 罵個48這種魚雷 未來我們這艘潛艦 後面這個平台上 保留了垂直發射架 就是我已經保留了 還沒有放而已 未來量產以後 我們可能會把潛艦 所專用的魚叉飛彈 會射在裡面 所以它有潛射型的 它不用浮出來 它可以射飛彈出來 所以這已經是 算是世界上非常先進的 傳統動力潛艦 真的很強 很強很強 所以很多海軍資深的 這個航海兵 或者潛艇兵 看到都流淚啊 流淚啊 他說終於等到了 終於等到了 國艦國造造的叫潛艦 這個不會比飛機容易 這個技術超過飛機 所以我才說 這一艘國造潛艦海昆號 真的是我們等了一個夾子 終於出現 等了一個夾子 買不行 製造又有很多的限制 那終於等到時機了 我們做出來 所以這是對於這些研發 對於推動專案的 這些海軍的官兵 我們要致於最高的敬意 是 最後我跟大家講 這艘潛艦出來之後 整個印太戰略的 水底組這個組鏈完成了 最後兩塊拼圖完成了就是 宮古海峽跟巴士海峽 因為菲律賓目前沒有潛艦 那怎麼辦 這塊區域要由台灣自己來管制 因為你像北宮古 還好有日本 日本有潛艦 那這一塊的潛艦 如果台灣堵住以後 整塊區域裡面 中國的艦艇只能在這裡 他出不去 那出不去 原則上對於世界的危害就降低 所以我講 不是台灣要靠別人保護 台灣現在潛艦完成自己製造以後 是台灣也成為 維護世界海疆和平的 關鍵的一份子 好 另外我們還是要來看到 我們在講說高鴻安 住進了回建築之後 為什麼被發現 那麼多的都更案 都跟回建築的房東有關 可是高鴻安今天卻嗆聲 那難道要我自己買地蓋房嗎 我們在講這個他在講那個 但是高鴻安的狀況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 柯文哲的選情 再加上剛剛益川老師 有特別提到 高鴻安的助理費 涉探案 浮報加班費的事情 現在看起來 這個案子進展神速 本周首度開庭 辦公室三個主任 就已經認罪了 而且在庭上檢察官提到說 你們跟高鴻安謀譯的時候 這個小兔也是前高辦的 行政主任黃惠文 就很不滿地說 我只是一個員工 我沒有決定權 浮報加班費 就是由高鴻安決定的 那另外一位前高辦主任 陳煥宇則說 他這個個人的薪水跟加班費 都是由小兔去處理的 但他個人從來沒有在任何 申報表單上面簽名 所以外界也在問 那簽名的人是誰呢 好那接下來 10月2號很快的 就要傳喚公衛文 目前為止不認罪的 王玉文出庭 會不會翻供自保 現在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那11號就要傳喚 高鴻安本人到庭了 那這個速度這麼快 我們看到這個進展 這個沒有拖很久 所以一審會不會很快的定罪 那高鴻安的這個爭議不斷 從男友甘政 名車豪宅 到新竹市的這個紅樓夢 柯文哲怎麼說 柯文哲說高鴻安的案子 一分真九分假 我也不贊成高鴻安男友 李中庭的一些事情啊 可是其中有一些穿著附會 太過分了 好那這個後來這個他也改口 說是兩件真的八件假的 那到底是幾件真的 那不管怎麼樣 有沒有影響到民調 我們就來看 按照這個最新出爐的兩份民調 聯合報的這個民調 九月二十二號到二十五號之間做的 柯文哲指向完了一個百分點 其實大概幾乎沒有什麼動 那跟這個侯友宜目前呢 這個支持度在伯仲之間 那另外呢一基子類的這個 最新的這個民調呢 好柯文哲還反而上升一點點呢 是侯友宜下降 但是呢這個這份民調裡面呢 柯文哲是輸給了這個侯友宜 大概有四個百分點 但是這兩份民調呢 有一個共同的趨勢喔 就是呢 到底是不希望這個在野整合喔 民眾希望在野整合的有41% 不希望的33% 那由誰領軍呢 在聯合報的民調裡面呢 是有38%呢 最多是支持侯友宜來領軍 27%支持柯文哲啦 那在一基子類的這個民調裡面呢 則是做了一個正副總統搭配的這個支持度喔 這份民調裡面呢 總之呢 猴柯配是勝過柯猴配的 而不管是猴柯或柯猴呢 都會贏過賴蕭配 好這個是ETtoday最新出來這個民調喔 那所以接下來呢 這個真的藍白河有可能會整合成功嗎 趙浩康說呢9月13號他確實跟韓國瑜碰了面 而且呢韓國瑜也答應他了 所以預計10月中旬呢 韓國瑜會出手推動整合喔 但是趙浩康呢斷言 侯友宜絕對不可能當副的 所以侯柯配比較有可能 但是講到這裡呢 柯文哲就不滿了 柯文哲就今天出來講說 國民黨一直做藍白河 啊條件又不要比民調 啊藍營又一定要當政的 他說這是哪門子的合作啊 所以邱毅爆料嘛 說柯文哲已經下令停止藍白河接觸了嗎 所以目前完全沒有侯柯配的可能嗎 那就請教這個益川老師了 怎麼看這個最新的藍白河的傳言 本來我們不是有一個叫金白蘭聯盟 那金的怎麼不去啊 是不是那支票三點半都加不過 我們想要詐騙集團 現在沒有人要插他了 人家台灣首富呢 現在想要當公車搭幾台貼紙 家裡租整間 搭幾台就要連署 現在沒有人要跟他討論 你看像那個照照鏡 都沒有人要插那個金白蘭 好 現在就回到白蘭了 回到白蘭 白蘭的局勢 嚇到六個月前不是都一樣嗎 你問說白蘭要不要整合 大家 我為什麼說白蘭你知道嗎 跟公平 因為我們大家都說藍白 現在開始要說白蘭白蘭 這樣才可以平衡報導 好 白蘭的時候 現在就說要整合 好 要整合白蘭的都支持 現在要整合 早上說這樣啦 我來找韓國瑜 找學龍兵 我們有討論過 整個我們來整合 整合就是叫柯文哲賣算 這聽起來讚 聽起來讚啊 就像李政浩說 像我腳在黑衣衫 還在開工 開工來講 很開心的好走我們來 就像我叫外行 叫明光 我們三人笑笑話說 今天英文叫小月哥請 我們三人都說好 這樣就不一樣嗎 小月哥不知道小月哥 我們是在說什麼 叫我什麼關係 他說 趙少跟韓國瑜 比他們三人笑好 好 現在要叫柯文哲退選 你有事嗎 不是這樣嘛 你們三人笑好 你們三人笑好 說來跟蠔友人說 蠔友人你退選 這就有公信力 對啊 就說裡面自己笑 我不要算 拜託柯文哲 你出來領導 學一下朱立倫 黨主席就是他的格局 朱立倫說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藍白要整合 國民黨沒有一定要當總統 國民黨叫小我小一點 何友宜你再小一點 再小一點 再小一點 那才我們才有辦法整合嘛 不然都假說的嘛 你又說好 現在說好 還要整合 但是前提是 侯友也不能當戶的 要整合什麼 我們也可以 黃珊珊出來說 黃珊珊出來說 一定要整合 但是柯文哲不能當戶的 郭台銘也出來 叫黃土條才說 一定要整合 但是郭台銘不能當戶的 你三個個個個個個都在 沒有任何意義啊 也不會有進展啊 所以這種消息出來 其實我個人看的是 第一你說韓國瑜 請問韓國瑜是 柯粉白粉民眾黨 支持者的精神導師嗎 好 沒關係 我們這裡支持柯文做 支持民眾黨的 白粉柯粉 我來看韓國瑜出來整合 我都聽 韓國瑜說什麼 我都聽 有這樣嗎 沒有啊 這些人會很討厭韓國瑜的 你叫韓國瑜出來整合 要整合什麼 你要叫孝龍斌出來整合 孝龍斌你哪位 你哪位啊下一位 就說沒有人差味嘛 趙燒康 你趙燒康出來說 那個柯粉做的 二十歲到四十歲 那些年輕人 又要說趙燒康是誰 趙燒康是你們阿公 那些年代的人 趙燒康是你們阿公 趙燒過台北市長 算不掉之後就不再算了 那就是趙燒康 所以這些人要出來說 叫柯粉做的民眾黨的人 那些人說說都賣算 阿扭侯友他算 這是機會都沒抓 所以我覺得這個整合 可能還要看另外誰威力比較大 他要抓牢的時候 柯粉就說好沒問題 侯友也說好沒問題 那個人也不知道是誰 現在應該是找不到 找不到的情況之下 這個就很難推進 難怪民眾黨現在很怕 所以我們才會傳出來說柯粉就說 都不要再說了 說這個負責 可能去創魚創一創 然後好像我們民眾黨 願意當副的 這種消息一出去 民眾黨的兵敗如山打 那就學委怎麼看囉 現在韓國瑜出手 也沒有用了嗎 柯粉則已經講了 侯友宜要當政的 是哪門子的合作 所以邱毅才會爆料說 柯粉則是不是已經下令 停止藍白河的這個接觸 而且講到這個柯粉則 哇 還在挺高鴻安嗎 高鴻安的案子一分一分爭 其他你們講的都是假的 九分都是假的 但是他說他也不贊成 李中庭的這個事情 你們就是穿著附會 這個太過分了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柯粉則態度 還是說他真的覺得說 反正高鴻安真的不會影響到 他選情嗎 高鴻安當然會影響他的選情 我說實在高鴻安 如果一審判有罪 如果這個判決 他是在總統大選 一月十三號以前判決的話 你說你柯粉則要玩到底嗎 要怎麼玩 一氣崩盤嘛 對不對 一氣崩盤 而且說實在話 不只只有柯粉則他一氣崩盤 連民眾黨的那個 民眾黨票也一氣崩盤 因為就只有兩個民眾黨的市長 一個縣市長 一個高鴻安一個就陳富海 陳富海又跟民眾黨落即落離 那高鴻安就是你民眾黨 整個挺下去的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柯粉則 其實已經慢慢慢慢在轉向 所以柯美蘭現在已經開始熱身了 民眾黨要延續新竹市的一個地區的香火 香煙 所以柯美蘭當然要出來選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說 這一次其實這個案件 會不會以貪污自罪條例來最後定罪 我是覺得還有待觀察 高鴻安應該是有罪應該跑不掉 可是是不是貪污自罪條例 真的還要觀察 因為現在黃蕙文陳煥宇跟陳玉凱 這三個人有沒有 他雖然認罪 對檢方起訴的內容不爭執對不對 問題是他是告訴你說犯罪行為 並非他現在的辯詞 黃蕙文講的辯詞 就是說不是我跟高鴻安共同決定的 對不對 對問題是不是共同決定 可是是你有提建議 當初他就說攻擊機就是這樣用的 高鴻安是這樣指說 黃蕙文當初是這樣提供意見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到最後說 你沒有共同決定 可是你有沒有提供意見 對不對 而且雖然你後來是自白認罪 把很多犯罪資料什麼東西 提供給檢察官對不對 那問題是 你當初有沒有提出異議嘛 對不對 你明知道這是犯法 那你有沒有提出異議 你有沒有提醒高鴻安 所以說實在這個認罪說真的 到時候法官會不會採信 還是一個問題 那我現在是講說 他們現在包括那個陳萬 也跟陳玉凱也講說 他們是沒有主動向立法院 申報這個薪水 對 那問題而且沒有在任何的 申報表單上面簽名 可是你知道嗎 你沒有簽名 可是這些薪水你領 領的時候 公基金要你交出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交出來 對不對 這就是涉嫌詐欺的問題 所以他認罪 對 所以他認罪 認罪問題是高鴻安有沒有關係 你認罪跟高鴻安 你做了這些事情 你如果沒有錯 你說你現在的辮子 說我沒有主動向立法院申報 而且我沒有在任何申請表單 申報表單上面簽名 對 你為什麼要認罪 對不對 你說你現在的辮子 說我沒有主動向立法院申報 而且我沒有在任何申請表單 申報表單上面簽名 對 你為什麼要認罪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公衛文那個王一文 到目前為止 他不認罪就是這樣 他咬定了就是這一點 所以接下來十月二號 公衛文要出庭 那個時候他會不會持續他還是不認罪 如果他還是持續不認罪的話 那法官在這個增結上 法官就有一個衝突 內心的衝突 對不對 我到底怎麼判 有人認罪 有人不認罪 所以就跟你講說貪污制罪條例 或許不一定會成立 他會不會變更法條 用詐欺罪 或其他罪 來判高翁安 可是不管怎麼樣 高翁安只要判罪 有罪的話 我說真的 對民眾黨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對 那我現在講說 其實高翁安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直接影響最大的 就是柯文哲 因為郭台銘已經沒有了 對不對 郭台銘已經 說真的 老實說今天已經不去了 對 真的不去了 因為老大一直燒山路 一直燒熟了 對不對 所以不用再去提說 對郭台銘的影響有多大 那已經算是 已經沒有影響了 有沒有影響 都無所謂了 好啦 那你說 為什麼趙少康 會突然間講說 韓國瑜出來 說一句比較白天 那就是因為深藍 沒有完全歸對 侯友宜到目前為止 深藍營 國民黨裡面支持度 75到76之間 那為什麼跟賴清德差那麼多 賴清德支持他都快九成了 對 都幾乎完全歸對了 很簡單 侯友宜的原罪 本省級 說一句比較白天 就是這樣 不要騙 你不要國民黨裡面 一些人 沒有沒有我們外省人 不會那個 不會看不起侯友宜 就是這樣 少來這一套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 你深藍沒有歸對的話 他就希望說 韓國瑜這個時候 能不能喊一下 讓深藍完全歸對這樣 不過偉航怎麼看 柯文哲 他竟然呢 這個 今天說這個高宏安的案子 九分你們講的都是假的 這個 其中這些穿坐附會太過分了 所以是這個要挺高宏安嗎 你怎麼看這個 柯文哲的這個態度 那這個高宏安真的沒有問題嗎 那這個 現在那藍白河的這個部分 現在看起來呢 韓國瑜出手是沒有用的 那據說柯文哲下令 停止藍白河的接觸 現在看起來 好像真的有這麼回事 因為柯文哲已經講了嘛 你們一定要當政的 這是哪門子的合作 所以你聽到的消息呢 好的我們一趴一趴一趴的來梳理 首先是那個 今天開庭 因為換你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度過難關 不過我要談 有人關注 公衛文會不會翻共 突然認罪 會不會對整個案情的推進 造成關鍵的影響 剛剛學友哥有做很完整的說明 但是我問了政治圈 也問了法界 大家的看法非常有共識 台灣難得出現共識 這個掛定了 掛定了 不用怎麼要翻共 在法庭上講什麼都沒差 證據這麼明顯的 就是掛掉了 就是什麼時候判出來而已 翻共就是說 我不知道 或我突然知道了 那是你個人的部分 高宏安的部分非常明確 你今天你的助理 不管是哪一個主任哪個助理 你要翻共 你要在法庭唱歌唱什麼恐龍扛狼 都沒有差了啦 改變不了一切掛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下面的 掛掉之後 高宏安對柯文哲的影響 現在柯文哲就是跟高宏安有點糾纏 對 這是有一種這個量子力學的關係 兩個人 到底有沒有互相影響 柯文哲說沒有影響 我的民調一致維持嘛 20%啊 不死不活不好不壞不上不下嘛 不走不右 好 可是20%會贏嗎 不會贏 那你今天背著高宏安 怎麼整合啊 我就問嘛 你就有一個背後靈一直在那邊啊 國民黨說你不要過來 你背肩膀上有人 如果看起來不太好 你不要回頭 你回頭我有事 所以 現在的狀況就是 高宏安到底要不要砍掉 柯文哲今天發了個公開信給黨員 好 跟這邊的說法 就是這邊是一分針九分針 給黨員是三分針 不知道為什麼黨員會突然多兩分 多兩分針喔 好好奇喔 坐地喊假類型 到底幾分針 到底幾分針啊 搞不好回去跟老婆說 九分針一分針 難怪益川老師說 你以為這是微糖喔 對 這個就是 月清的 對那個記者嘛 不友善就一分針 對黨員比較友善三分 回去對陳貝琴九分 搞不好會不會這樣 隨時在波動變動 重點是你態度就在猶疑嘛 你到底哪一分是真的到底要不要講出來 如果我是國民黨 要派去談判的代表 我一定問你說高宏安幾分針啊 到底你覺得哪裡是針 你有沒有內線啊 你不要跟我說不知道喔 你一定知道的比我多嘛 畢竟那是你們黨不是我們黨的嘛 再怎麼樣也是他跟郭統比較熟 不是跟我們比較熟 怎麼談談不下去嘛 現在柯文都說我民調高啊 剛剛學友哥說 國民黨會說立法委員有幾個 地方縣市議員有幾個 告訴你啦 國民黨那些發言人 連里長有幾個都被給你聽啦 他們都已經列入談判清單了嘛 民眾黨是有多少人可以跟他談判 對啊那接下來再加一個啊 你那邊有高宏安啊 怎麼辦 而且接下來大家都會問這個柯文哲 那一分針還是兩分針還是三分針 到底是什麼事 對這個重點就是在於說 國民黨大概心裡是有底 但是呢他的所有談判 我可以很肯定的現在講都是假的 國民黨要的是有一個無條件投降 和二世大戰的美國對日本一樣 無條件投降的 原子彈都砸下去了嘛 先砸一顆高宏安啊 當然不是他自己砸 不是國民黨砸編發砸的 所以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柯文哲會不會無條件投降 怎麼可能 那國民黨為什麼會製造出一個 無條件投降 讓柯文哲來你們罵說 條件就不看民調 絕對要是正的 哪有這種談判 這就無條件投降嘛 是啊 什麼都不看嘛 就看我的面子這樣子 你就來談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國民黨要無條件投降 柯文哲不可能答應 那為什麼會有之前藍百合 不要忘了 之前會突然又傳出藍百合 是因為剛安被打爆了嘛 所以大家民調都會有壓力嘛 剛安就是因為助力人一開始出來挺嘛 跟郭台銘嘛 跟柯文哲又都很熟嘛 三個一起捲入大家一起難看嘛 所以大家終於難看了 終於坐下來冷靜了嘛 好吧我們來出來談 可是大家也都不是真心要談 因為是被人家壓著頭去談了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大家要演得很像有在談 但是又不想談出來 所以國民黨要開無條件投降 完全讓我 要注意喔 他說一定要當政的 不能開民調 還沒有說要給你柯文哲什麼 沒有說要給你柯文哲是副總統 沒有啦 沒有講副總統有其他的啦 對啊有其他的啦 可是其他的那個都是一指公文就可以下去 所以沒有一個位子是穩的 這個就是柯文哲你就無條件任我擺步嘛 你都已經被炸原子彈了嘛 你就直接來東京簽一簽這樣子 在我的戰線上簽一簽 怎麼可能 客戶者會覺得自己戰線比較大 我還能夠繼續戰啊 可是 他們覺得危機不只這樣 還不只這樣 最近民眾黨內啊 大家不然發現今天現場 少了一些存在 民眾黨內是有一些壓力的 對外的倉口不斷的收縮 不斷的推通告 第一方面就是剛剛按怎麼辯解 不可能辯解 再來是黨內方向出現爭議 就我所知 副總統人選部分區人選 都在黨內引起了討論 拿出來現在能夠看到的名單 有人不滿意 雖然大家說副總統應該周開一點 是確率很高的啦 大概不會有什麼意外 除非他又當事人臨時急轉彎 否則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但至少是這一個型 大概是確定 可是黨內不見得都接受 所以如果副總統會有爭議 那部分區呢 會不會有黑黑 會不會有金金 所以這個就會有引起 其他要跟他合作的人嘛 比如說黃珊珊 他會覺得這個價值 是不是有動搖了 雖然他當然是講 我話是對國民黨講的嘛 可是手指的柯文哲啊 就是臉一直看 國民黨 國民黨 你的價值 你的價值 原來有這個沒尬 你是不是有 這個對自己的價值沒有那麼堅持 現在是價值 當然柯文哲想的可能是價格啦 大家有一些認知落差 這個是民動黨現在最大的問題 所以他們先戰略收縮 柯文哲也發信了嘛 也說我們不要藍白河 貪不下去 可是不藍白河 偏下去一定倒啊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邱逸 他們這些人出來見縫插針嘛 柯文哲你可以跟侯友一合啊 或者是像趙阿康那種 那個韓國瑜我們就不再談了 帶他親自出來之前 一切都不算數 因為中華民國最有maning的男人 都是他親自出來 才會一隻穿雲劍 有真正的效果 所以現在趙阿康帶他放話什麼的 我認為意義都是趨近於零 不要講說是什麼 為柯文哲安排什麼的 侯友宜也不會覺得說你趙阿康 你原來最早還是挺郭董的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這些傢伙都很會記仇 所以現在就是這些出來喊話都沒有真實的意義 因為侯友宜最近下的廣告真的很多 侯友宜下的業配廣告 下的YouTube廣告很多 因為他都下在自己的YouTube影片 他要點擊可以到兩百萬 一般正常人只會去點侯友宜的影片 因為他廣告設下去 所以你就一定會看 強制收看 別那麼說小弟好歹也是個網紅 剛剛開了我的業務信箱 我都看到突然有侯友宜的業配邀約 已經邀約到我這一邊了 真的是不挑啊 只要有就好 人家選得那麼積極他就看得起你 對啊 但是好歹我們都會做所謂政治探證 因為做業配這種 經常會第一個問到說 會不會得罪中共 你躺上業配會得罪中共 你得罪中共 那你就不要來找我 這個是我們過去發出去 都是有這樣子的這個嘗試 但是現在侯友宜這麼積極 絕對不會退 他絕對不會退的狀況下 你要談任何的整合 講白了 現在國民黨基本的態度就是 我拖到你們全部都掛掉 不過將軍怎麼看 趙好康說我找韓國瑜談了 韓國瑜答應我說好啊好啊 他來幫忙這個整合藍白 可是呢 這個他也斷言說 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 他知道侯友宜一定會當政的 難怪柯文哲今天要講 這是哪門子的合作 政的都給你 好處都給你們 所以你怎麼看藍白河的未來 這從兩個方面來分析 一個是藍營 一個是白營 柯文哲說你要跟我談整合可以啊 雞腿便當拿出來 你讓我先選嘛 真的 到底我要吃雞腿還是要吃鹹菜 你讓我先選 你不能說對不起 雞腿便當你不能選雞腿 只剩鹹菜跟滷蛋 你要選哪一項 有這種事的嗎 對 你有誠意嗎 你真的有誠意跟我談嗎 誠意跟我談 雞腿便當拿出來 我先選嘛 說不定我就先選滷蛋跟鹹菜啊 我沒有選雞腿啊 你還沒談 你就說對不起 侯友宜一定選雞腿 他非當政的不可 那還談什麼 那不叫談欸 那叫什麼 並吞啊 真的 你要並吞我民眾黨 所以柯民眾黨說哪有這種談法 不行 那另外再講說 很奇怪 國民黨常常講說 侯友宜是選手 這個朱立倫是教練 那如果比賽陷入焦灼的時候怎麼辦 你有聽過救援投手對不對 我派救援投手出來 你聽過救援教練嗎 對不對 球賽打不好 換教練 換教練 有這種事嗎 朱立倫是教練 他是負責談整合 他是負責談整個選舉的大戰略的 你不去找朱立倫 韓國瑜 韓國瑜來 韓國瑜來 韓國瑜來整合 而且韓國瑜來朱立倫怎麼辦 鼻子摸摸 後面是韓粉 就是換教練 對不對 我講大家看球賽也好 看過救援投手 你看過救援教練嗎 有救援投手 救援打擊手 你看過救援教練嗎 沒有這種事嗎 所以趙浩康就講 我早就看你朱立倫不順眼了 趁這個時候把你教練幹掉了 對不對 你是老闆嗎 搞了半天趙浩康是老闆 沒有這回事 而且這件事情深深的觸動了一件事 就是藍營對於2024這一場選舉心中的恐懼 就是憑侯友宜 你是贏不了賴清德的 你一定要侯友宜加柯文哲加郭台銘 你才能贏賴清德 這表示國民黨提出的候選人 他們對這個候選人信心指數低到幾點 真的是低到冰點 沒有人相信你會贏 侯友宜說我相信未來我會越來越好 聽你在唱歌對不對 你沒有柯文哲沒有郭台銘你贏不了 這像話嗎 金浦中心就這樣了 要數也要挺得就這樣倒下去啊 況且我們不會輸嘛 侯友宜也沒有說他會輸啊 可是這一個個跳出來講整合的 就是唱衰你侯友宜嘛 憑你侯友宜一己之力你贏不了的啦 所以你非找柯文哲不可 那柯文哲就拿翹啦 國民黨贏不了才要找我 如果國民黨可以贏你找我幹什麼 所以呢我就不要跟你整合 對不對 火車對撞看誰先跑嘛 對 那柯文哲我不跑 到時候誰先跳車就是你怕 我柯文哲我輸得起 你國民黨輸不起 所以你來求我 你來求我 你拿雞腿給我啊 為什麼叫我選滷蛋跟鹹菜咧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當然不開心 那可是呢 趙浩康心理想 只要韓國瑜出來了 把韓國瑜擺到部分區的第一名 至少有100萬的政黨票 會投給國民黨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第一名 不會啦 你把韓國瑜擺第一 那心裡想第一一定上的嘛 我還投什麼 欸 對不對 你要給他擺在那個最危險的位置 當然擺在愛全民單的邊緣啊 如果你預判可以十二個就擺十三嘛 你預判可以十五就擺十六嘛 這才有效應嘛 才有衝票吹票的這種效應 你擺第一贏定了嘛 贏定了 那我投不投都可以啊 韓國瑜不要 萬一我擺在邊緣 我沒事要不多丟人啊 對 第一個韓國瑜不要 第二個韓粉不同意 韓粉說別來囉 又來消費韓國瑜囉 你要就讓他當總統 搞個不分區第一名 誰買帳啊 然後告訴你 朱立倫也不買帳 你把韓國瑜放到不分區第一名 那我朱立倫算什麼啊 對不對 我朱立倫 這個鋪陳了這麼久 我忍了這麼多的屈辱 被罵到這樣子 最後你想到我沒有 所以朱立倫有意見 韓粉有意見 只有照上看 一個人那邊唱得呼呼熱 好厲害 很棒 所以我講 沒有這回事 所有的選舉要落回基本盤 如果今天侯友宜提出了政策 國民黨的形象都同步提升上來 柯文哲自然整合啊 柯文哲也講 要整合是整合在政策之下 要整合是整合在理念之中 不是整合在那個排列組合之下 對不對 你政我負我負你政 永遠談不起來 而且國民黨搞到自己進退兩難 對 你現在對於柯文哲你就要碾壓他嘛 你已經把條件講出來 就是侯友宜正嘛 那還有什麼好談的 那有什麼好談的 所以柯文哲他寧可去跟郭台銘談 他也不要跟你國民黨談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這段時間 趕快跑去美國了嘛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講 在十月中旬一定要談 不談沒得談了 那柯文哲說 好我到美國去了 時差我接不到電話 訊號不好啊 對不對 你慢慢跟我談吧 所以國民黨現在只是吹哨壯 壯膽 越要談整合的人 就表示他們對他的候選人 越沒有信心 越沒有信心 你的支持度 你的民調 還有你的實力就上不來 上不來 就越來越難整合 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國民黨提出你的政見 國民黨提出你的自信心 國民黨提出你的凝聚力 你只要強起來 柯文哲才會跟你談 你要記得一件事 智商最高的人 只會跟強者談 弱者沒得談 好不過講藍白的危機 讓人很意外的是 台積電也出現危機了嗎 結果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竟然陷入了前坑 所以據傳台積電董事長 這個劉德英還緊急的去找了 這個張周謀希望能夠商討對策 知道是什麼狀況啊 明寬 現在跟各位談幾件事情 台積電到底有沒有陷入 所謂的一個前坑呢 是有的 但台積電最近的分分擾擾 要一件又一件的一個解決 現在最麻煩的是外資沿路都在退 這個要怎麼辦 好我們先來說這幾件事情 最近解放軍一年 他就會繞個日本 有時候一次有時候兩次 日本現在他也覺得不太對 所以剛才有跟各位談嘛 將軍就有說了 現在包括了日本 包括了韓國 包括了台灣 包括現在的印尼 包括了越南 他們都要有所謂的潛艦了 為什麼呢 全世界潛艦最多 就在整個中國大陸 七十幾艘啊 嚇死人了 但現在呢 大家正式開始的時候 我就問各位企業怎麼辦 企業你總要選邊站吧 過去中國去 去中國發大財 現在想一想頭搖一搖 好像不是那麼好玩 大金 索尼 本田 馬自達 最近要撤出所謂的一個中國 那現在呢 對於整個台積電來說 台積電現在是遍地烽火 日本要開場 德國要開場 美國要開場 台灣現在單單搶地搶到頭昏眼花 然後現在很多的居民 台積電有錢是你們家的 是這個地方我住好幾十年了 你來要叫我搬我就搬 所以現在的問題還挺多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熊本 熊本現在搶房搶地搶人爭奪戰 但我們說日本人家 畢竟還是比較上道 為什麼呢 日本說來來來來 你先幫我做二十八奈米 台積電想一想 二十八奈米 真的簡單 很簡單 後面去做十一奈米 也不太難 但人家日本說 我補貼你五十趴 就是五十趴 阿沙利 這個他倒是挺阿沙利的 但最近韓媒撿到槍了 為什麼呢 韓媒出來就說你們台積電不行了 你看你們台積電那個熱呼呼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聽說iPhone15發生了 所謂的火龍果事件 火龍果幾度呢 48度 新手機喔 新手機 然後用30分鐘就很熱 多功能APP開 然後包括了錄影也開 然後耗電也不行 續航力也不佳 韓媒現在是撿到槍了 拼命開栓 你們家的三奈米也是這樣而已 你厲害你三奈米你來 但重點是人家吉他的工程師 直接說話了 不是台積電問題 就不是台積電問題 是結構問題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說 這次的蘋果手機呢 因為第一個很多的東西硬塞 各位你去想喔 那麼小的一個空間裡面 塞了三四千個零件 然後呢他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是這是為了輕量化 他在某一個特殊的一個地方 那個結構啊 是鈦合金 鈦合金大家聽起來很先進對不對 鈦合金很先進 我問各位 鈦合金的工作場合在哪邊 在太空 太空 鈦合金就是第一個 我很輕嘛 我很硬嘛 所以我第一個我火箭 我升上去的時候 外面熱呼呼 我不怕為什麼呢 我地球可以散熱 我到外太空去 外太空零下兩百多度啊 他沒有散熱的問題啊 他很輕喔 先說他很輕 所以鈦合金 他的結構力很強 但鈦合金他不方便散熱 所以是鈦合金的問題 然後這次呢為了整個結構性的一個問題呢 據傳蘋果呢 也把整個散熱的體積做得比較小 所以呢 巧富難民五米之吹 所以就出現了新的名詞叫火龍果 這個火龍果 現在測試完是48度 但48度是不是今天的問題呢 不是啊 是那塊鈦合金的問題 怪我們台積電 這是第一個 好 再來呢 想不到美國人又來了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呢 整個亞利桑那中台積電的廠 第一次去想說先做五奈米嘛 做兩萬片嘛 然後後來美國就說 來啦你再來啦 我的晶片法案錢會給你啦 所以後面呢 現在呢這個就比較麻煩 三奈米要做六萬片嘛 所以第二波的這一波 是比較複雜的 那現在呢 亞利桑那州的州長 這個叫Cady Hobbs 霍布斯呢要跑來台灣 跑來台灣這時候呢 美國發現不對了 為什麼 為什麼不對呢 現在跟各位說一下狀況 台積電呢 不是到美國去設廠嗎 對 那美國就說 以後我的國防啊 我的衛星啊 我的飛彈啊 我的飛機啊 高枕無憂 問題來了 台積電在美國做的產品 要把這些產品做好的晶片 載用飛機載回台灣 Cowars產 一個一個的封裝 對 現在的結構是這樣嘛 那美國就說 那你們不用這麼麻煩嘛 對不對 台積電呢 你們就高台貴手 再來我們這個地方 再來做先進封裝 啊反正我廠開那麼大 為什麼呢 這樣你就發現 美國人那是有利盟 我們那時候不是要去做兩萬天嗎 對啊 他給你六倍的產 最大的台積電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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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